各位 你看它多漂亮 這白蝦長得真漂亮 看到沒有 大哥 這個收成率大概多少 這個大概一成多 一成多的收成率 九成去哪了 不見了 被吃掉了 還是沒有長大 台灣給你 台灣養殖的魚蝦貝類超過150種 不論是兇猛壯碩的龍膽石斑 或是上百斤的活化石巡龍魚 精益求精的水產養殖技術 都讓世人嘖嘖稱奇 深感佩服 不過聽說在嘉義的布袋 竟然有人養老虎來看守 一種非常神秘的高檔海鮮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這麼寶貝呢 跟著想把我一去一探究竟 老虎養海鮮 嘉義布袋這位 我們打聽到有一個人 他真的用老虎來養海鮮 老虎 老虎來看守這個養殖的魚池 好像有點道理 可是這邊已經有狗了 而且你看狗這麼多隻 狗的名字叫老虎 老虎 沒有人理我 沒有狗理我 各位 天啊 這裡有羊 羊肉虎口 該不會這個羊是給老虎吃了吧 這 老虎在哪裡 好可怕 近十隻的飄漢土狗 以及楚楚可憐 疑似帶展的小羔羊 一踏進這個漁溫 感覺空氣中就瀰漫著一股速殺警戒的氣息 生怕一個不小心誤觸地雷 就有一隻老虎眾生飛不過來 不過為了要找這神秘的海鮮 還是給牠拚了 大哥 你們這邊太危險了啦 你有沒有聽過這邊有人拿那個老虎 養老虎在養海鮮 養白金耶 終於了 終於了 這什麼東西 等一下… 老虎咧 這不盡不是有老虎 你們怎麼那麼趕啊 好像很大尾喔 來…厲害… 把牠活起來… 這什麼… 這石斑魚 這是什麼 這是龍膽石斑嗎 這是我們放在池子裡面的龍膽石斑 牠在池子裡面扮演老虎的角色 因為牠是吃魚的 所謂的老虎 這是這個龍膽石斑喔 不是真的老虎喔 牠就是水裡面的老虎 水裡面的老虎 那不好意思 我剛剛在前面看到的羊 羊不是給老虎吃的喔 羊是養來吃草的 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你養羊是要為了吃草 吃草 因為你看我們這裡 沒有用任何除草劑 所以我們用來很多的草 厲害囉 對 你完全用有機的方式 是的 天然的方法 所以這個呢 你們用龍膽石斑 當作水裡面的老虎 對 來吃水裡面生病的魚蝦 OK 因為牠是肉食性的 對 水中老虎 對 那你為了要養這個龍膽石斑 其實是為了要造就你另外一個 海鮮白鯨對不對 對 讓牠更好吃 所以就等於是一種生態上面 自然的一種形式 就這個來負責吃那些有病的 但是讓另外一種白鯨的這個海鮮的 更健康 對 更Q彈更 厲害了 看來我誤會可大了 原來蒙虎並不是只真正的老虎 而是讓素有班王制成的龍膽石斑 在這裡擔任工作員的角色 為了讓珍貴的白鯨品質更上一層龍 邱大哥借助龍膽石斑兇猛的習性 負責太弱劉強的任務 不過為了維持水中的生態平衡 據說還有其他的秘密武器 好 現在這個牧草是要來餵這個魚池裡面的 所有的這個海鮮是不是 對 最主要是我們割岸上的這些牧草 來餵草魚吃 OK 對 草魚吃了牧草之後就非常的好吃 草魚 你看喔 裡面就有兩種了 剛有龍膽石斑 是 也有草魚 是 還有一些魚蝦肥類 還有白鯨 還有白鯨 對 還有大頭蓮 大頭蓮也在裡面 對 所以裡面是一種混氧生態 對 OK 那這個羊是吃剩的是不是 對 羊也吃這個 草魚也吃這個 好 來 你看怎麼餵 我們可以抓起來 直接用射灰鏢的方式射下去 那也可以用甩的方式把它抓一把 然後抓著尾巴 甩出去 就等於是要看個人當天的心情 對 心情好的話就用射的 好開心 還是這樣抓整把 然後心情不好的時候 對 刷子馬上甩一圈 甩出去 漂亮 就是這樣 繼續 其實還滿療癒的 有一種釋放壓力的感覺 邱大哥獨特的生態養殖法 將整個魚池當成大草原 地密度的混養了不同的魚類 讓各種生物各思其質 恢復原始生態平衡的模樣 慢慢營造出最佳的養殖環境之後 如果讓珍貴的白鯨 應吃的營養又健康更是關鍵 大哥這麼好 請我喝羊奶對不對 這是你們羊 不是 這怎麼酸掉了 這什麼東西 沒有 這不是要給你喝的 這是幽露乳 這幽露乳 你拿來養魚用的 對 我以為你剛剛講說 你養羊的話 你會擠羊奶給人喝 就不是 這是幽露乳 這另外去買的是不是 我們附近就是有很大的柳融肉籠區 然後我們會跟它拿一些幽露乳 來餵我們水裡面的一些 除了魚蝦以外的生物 OK 對 最主要其實是要給白鯨對不對 你們的海 對… 水中白鯨 是 其實起來就會放Q彈 OK… 這算是秘方了 對… OK 那怎麼加呢 這裡面有哪些東西 我們就把這些 都給加進去 這什麼 黑黑的東西 黑黑的這是斧植酸 斧植酸喔 對 我們人類用的石油喔 這是動物性的 那植物性的 也埋到地底下 就變這個 對… OK… 有一定的比例啦 對… 那這什麼另外呢 這個是文革粉 好 沒關係 因為這個都是屬於養殖業者 對… 比較了解的 還有什麼幾號幾號啦 這就是小號的飼料 這邊還有一些 這個是魚耶 這是什麼 對… 這是雜魚是不是 太小規格的下雜魚 OK 我們就拿它凹補魚 下去製作水分肥水 因為有了肥水 魚蝦就會很疼 對 因為 本身裡面還有龍膽石斑 是肉食的 那龍膽石斑也要照顧到 當然喔 草魚當然已經照顧了 然後呢 裡面還有一些 還有除了魚蝦以外的 這些微生物啊 我了解… 這個… 我覺得你很厲害 來… 來… 直接倒進去嗎 對… 整平道喔 對… 這樣倒 對… 好啦 蓋起來 要攪拌了 你說留一點幹嘛 給我喝喔 為什麼你們一直都要 主持人喝一些東西呢 怎麼觀眾那麼喜歡看我喝啊 吃啊 對不對 喝就喝啊怕什麼 好了 攪拌完成 啊 啊 真的是優肉乳好痠喔 呼呼呼 OKOK 攪拌完成 對 以後不要叫我 沒事剛才養成這種壞習慣 看到東西就要吃 有優肉乳 你要不要吃吃看 這真的可以吃耶 你不要這樣 從我錄外景節目開始 我就發現很多那種受訪者 不受控的 拿起來就吃了 天啊 但是這個我相信可以吃 因為這是給寶貝吃的 是 給你水中白金吃的 但是非常好的 很頂級的一個 他們水裡面 除了養分都有了 養分 營養食物 OK 從細節中就可以感受得到 邱大哥真的非常用心 除了利用優諾乳中的益生菌 來增強白金的免疫力之外 上至龍膽石斑 下至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 每一種生物的飲食生活 也都貼心設想到 這樣的無為不自的照顧 讓人更好奇 這珍貴的白金到底是什麼 OK 來 先放嘴 先放嘴 開始要灑了 要來餵飼料了 這飼料灑下去 它會不會全部都跑上來 他們會過來吃 會聚集過來 從水面上面看得到嗎 不容易觀察得到 它會有一個水的紋路 可是你們不習慣去看它的話 看不到 那我跟你講 依我的專業判斷 不應該是什麼龐然大物 因為一般的魚啊 如果我也是要下去 那個魚就啪 衝上來咬了啦 咦 這個厲害喔 這白金到底什麼東西 來 大哥我跟你講 裡頭恰雅雅 如果再曬下去的話 白金就變黑金了 好不好 你直接跟我講 什麼是白金 我帶你來看 因為我看不到啊 我看不到啊 水面上看不到 上廚拔是不是 對 這裡可以看得到 這個籃子裡面有 你為什麼會丟一個籃子 有在跳 蝦子 蝦子 有很多人的蝦子 對 不會吧 你說的白金是蝦子嗎 這什麼蝦 這就是白蝦 白蝦 白對蝦 大概養了兩個禮拜 原來水裡面要有龍膽石斑 對 要有草魚 對 要有一些生態平衡 是為了要幫助養這些蝦 是不是 對 就完成一個生態鏈 但龍膽石斑會把蝦給吃了 會 所以我投個派魚喔 對啊 因為生物總是會有生病的 對 我們又不能用藥啊 對 所以我讓環境好 生病的物種 遇到環境好 它就復原了 不然就是被蝦掉 為什麼 那龍膽石斑為什麼會挑生病的蝦呢 生病的蝦掉比較慢 啊 我了解 物證天則嘛 好的活動力強的就油掉了 對 就鬆掉了 對 原來是這樣子喔 來 我們看活動力好的 有 背目的藏泥 我們跳到這樣 它背目藏泥有沒有很粗 代表它進食很OK 對 然後看它出來的藏泥 是不是夠長 那就表示它吃得還不錯 然後能夠形成整條的藏泥 了解 藏泥之後會被其他的小蝦再給 再一次一遍 為了堅持不施藥 也能夠養出肥美的白蝦 除了自己調配有機飼料之外 還得花很多的時間 來觀察魚味的水聞與水色 從青城到夜晚 都要從這些細微的波紋中呢 觀察出白蝦的飲食狀況 以及水質是否有變化 只要一個環節不對 都有可能損失整個魚溫 難怪這些白蝦會被稱為白金 真的是得來不易啊 來 準備來收白金囉 這白金一尾都大概幾公分了 這成蝦大概都15公分左右 15公分左右了喔 來... 把蝦把它往後集結就對了 對 最後再把它弄到桶子裡 對 OK 我現在已經迫不及待的 想要吃這個蝦子了 所以這個蝦子從蝦苗養到這邊 大概要多久的時間了 大概100多天 100多天等於三個月了 三個月的時候 就成蝦就可以拿去賣了 對 好 就是我們的白金出來了 各位 你看它多漂亮 哇 這白蝦長得真漂亮 哇 看到沒有 大哥 這個收成率大概多少啊 這個啊 大概一成多 一成多的收成率 九成去哪了 不見了 被吃掉了 還是沒有長大 都有 都有可能是不是 對 各種狀況就損失掉了 哇塞 那所以這個金 這個很貴囉 因為飼養到現在的話 你成本相約很貴耶 重點是它好不好吃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而且你看真的是哇跳跳 欸 各位 養食隻只會活一隻啦 有人在做這種生意啦 因為我們是天然的養殖 完全都沒有用任何的藥物去 它生病的時候 就是恢復健康或是 再見 對 我覺得這樣也好 就讓它自然的 隨著自然界的生存法則 如果健康留下來 OK 就哇跳跳 這一成呢 就是吃到最健康的白蝦了 人家說賠錢的生意沒人做 邱大哥卻是樂在其中 傻傻的做 因為從小就跟著父親到餘溫幫忙 邱大哥對於養殖魚蝦 有著深厚的情感 而堅持採用無獨生態養殖的方式 就是他回饋這片土地養育之恩的 最佳寫照 看著這些晶瑩剔透 活力十足的白蝦 讓人迫不及待 想一場躺的先天 沒想到大哥說 就等待 工作還沒有做完呢 大哥 你為什麼不直接賣活蝦就好 為什麼要把它冷凍之後 然後再把它剝 因為都市的很多小姐們 她不喜歡剝蝦殼 OK 丟蝦殼那個動作 他們也覺得不要 太狂 對 所以直接食用蝦仁 但是還是最新鮮的蝦仁 當然這是健康活蝦 極速冷凍之後起來 然後現剝 然後再去冷凍 好 對 所以你們還自己發明了一個 叫剝蝦器的是不是 是 這怎麼用 姐姐 教我一下 我看妳說很厲害 從中間這邊剝 啊 哇 這樣也可以 頭要拔掉嘛對不對 對 腦膠還是要拔掉 而且妳知道新鮮的蝦子 妳不怕喔 那殼子呢 稍微一把它解一下之後 它整個就脫下來 它的肉呢 也不會爛掉 你看它整顆蝦仁的感覺 是不是非常的富有彈性 真的耶 我們的消費者 買了我們的蝦仁去吃了之後 立刻來練 你蝦仁一定是假的 為什麼 沒有蝦仁吃起來這麼好吃 這麼彈雅的 所以現在做食品台真麻煩 你做太好了 人家也要懷疑你 那我可能這麼好 對不對 但是藉由我們節目播出之後 我們可以感覺到 你這個真的是 過程當中的不麻煩 養殖的環節 然後加工的環節 最主要我現在在這個地方剝蝦 沒有任何的腥味 沒有任何的臭味 邱大哥說珍貴活跳的白蝦 其實是他魚池中的第二主角 最多的養殖數量 其實是薩把蝦 一樣採慢哲學 花費比別人多五倍的時間 養大的薩把蝦 肉厚直眉 營養加倍 是絕對不能夠錯過的好滋味 不過大哥今天跟著你曬了一天的太陽 聽你說了這麼多的故事 但是口說無憑 是不是能夠讓我感受一下 什麼叫做極品的鮮味甜呢 大哥這滿滿一桌 全部出自於你的水池裡面了 是 都是我們養的 而且都是共生的一個生態 是 首先我要先來吃這個白金 我這次就來尋找這個白金 謝謝 這個蝦子 是 從蝦苗到它15公分左右 只有要100天左右 是 存活力只有一成 我覺得這要不太就是 世主本身有被石頭打到頭 要不然就是它有一種撒勁 一種堅持 因為呢 這個肉質肯定要非常好 好 我現在就要替各位觀眾朋友吃吃看了 不用沾任何醬 對 直接吃燙好的 就是鮮甜 你要吃到蝦膏的 哎呀 這顧不了什麼膽護唇的問題 蝦頭這個 厲害了 讚 它那種你不要看蝦肉 蝦肉本身越新鮮的關係 就是鮮甜嘛 但是它有一個脆度 對 就是有一個脆度 厲害了 咬起來一點都不含無 就是來找的夢幻白金 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水產 要告訴我們消費者要吃到的 就是它的味鮮甜 跟油產 對 所以水產的味道 是最最重要的 厲害了 但是這個也是共生的三百魚 是 你簡單的來吃一下 它蝦目魚度這樣子簡單的 用絲瓜煮出來的一個感覺 我吃一塊 這個魚骨頭很多 那邊是無刺的 蝦目魚的味道 絲瓜的鮮甜 對 完全原味 你家絲瓜真的是 偏 絕配 搭的絕配 好像兩面配味噌湯 這一道最最重要的是 這樣的煮法是最簡單的 因為絲瓜的味道 能夠把那個 絲木魚本身有一種口味 完全給它抹平 感覺不到那個味道 這是抹掉 抹掉 抹掉 你知道的就是絲瓜 本身有一種絲瓜味 對 但是你吃到的肉呢 卻是薩肉魚的肉的口味 對 太厲害了 這個湯基本上你放多一點可以喝 是的 就鮮魚湯啊 這一道出來之後 消費者幾乎都連鍋子都快啃了 我湯都喝光了 啃鍋子也就有點過分了 就是整個拿起來這樣喝的感覺 你都覺得它 它是真的整個這個鍋子 拿起來把湯喝光 本身也是愛好美食的邱大哥 為了要讓大家知道 海鮮吃原味的醉烤 所以研究了好幾道食譜 用來教導不擅長料理 鮮蝦魚類的媽媽小姐們 輕輕鬆鬆的 就能夠辦一桌好菜的Pepo 尤其是最後這一道壓軸 更是驚為天人的 不思議的美味 接下來呢我跟你講 聽說這一盆厲害了 這是私傳已久的四木魚乾 不是一夜乾喔 四木魚乾 四木魚乾 抹千分之十五的鹽巴之後 去掉在太陽下面 整整曬五到一個禮拜以上 吃起來的口感 真是棒 肉有金華火腿的口感 我們知道金華火腿呢 現在已經越來越少人做了 是整個豬大腿 然後要去醃漬 要鹽巴 然後去弄到 讓它那個巴銷要好幾次 這個也是魚類的金華火腿 它的油脂就像果凍般的滑嫩 一定沒吃過這種口感 怎麼可能啊 這是完全取代金華火腿的味道耶 這就是金華火腿的味道 各位 金華火腿的味道耶 我太激動了 原來金華火腿可以被取代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也很驚豔 我們做出來的感覺 真的真的就是那個味道 對啊 這個跟金華火腿有什麼差別呢 這個沒有差 那個鮮度 那個鹹度 我覺得這道料理有點嚇到我耶 我去訪問過台灣很厲害的 金華火腿的製造商 已經是受過僅存的一家 因為很辛苦 我就覺得金華火腿 是我們家每一年過年的時候 必備的重要食材 沒有到這個居然就 薩白魚就可以做成 薩白魚整隻可以做成這個味道耶 然後把濕木魚乾煮出來 而且它不需要像老母雞一樣 在熬多久的湯頭 超屌 厲害 今天你整個這個養殖 你遵守的就是生態共生 無毒養殖 用本身植物跟動物之間的一個 生態的結合 一個循環 對 來打造你的產品 雖然說只有一層會中 但是這一層呢 就讓大家呢 可以吃到健康吃到美味 太厲害了 我覺得大哥我敬你 好不好 支持